从你呱呱落地到蹒跚学步 始终有一个人陪伴你成长 他为你不辞辛苦的操劳 为了你更优秀又在不停地唠叨 他把所有的耐心与包容给予你 你却把所有的坏脾气和任性都留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妈妈 母亲头狼在你眼里是什么形象吗 可爱的 好看 美丽 就是伟岸 高大 最伟大的形象 就是大过任何一切 伟大的 全世界的形象 就是比天还要大的那种 母亲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是让你无法理解的呢 就是在我还没有对象的时候 就把房子给我买了 就是让我感觉我自己没什么用 没出了什么力 但是母亲想给我们提供 就是最好的条件吗 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她不让我去学音乐 没有 我俩相处一直都可好 有啥说啥都 可好 那妈妈有没有说过什么 最感动你的话 就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她会说没事 我相信你 最感动的话 就是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风雨 然后永远 就是遇到什么困难就回家 她在家给我做饭 就是出门照顾好自己 就是想吃啥就吃啥 不用垫着呢 有的时候我生活感情遇到挫折 然后她会说 那个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有什么事都跟妈妈说 出去玩了 你钱带够了 这次的母亲有没有为你掉过眼泪 上次掉眼泪应该是在我不懂事惹过的时候吧 有过 那有 我以前淘气的时候 现在好多了 当然有啊 为什么呀 因为不听她的话呗 自己想干啥就干啥 当然是掉过的呀 肯定是掉过的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为你掉过眼泪呢 就是 应该就是有一次 就差点被车撞了之后 然后整个人都倒地下了 完了 特别担心的就冲过来 然后大使就哭了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 最想对妈妈说的 就希望她一直都好好的 就是身体好一些 妈妈谢谢你把我省下来 最想对妈妈说的应该就是对不起吧 这么多年让她操心了 就希望我老妈每天开开心心的 然后保持健康 然后争取以后不用她再为我操心 我会一直爱你的 她期待你出生 陪伴你成长 她为你辜负了自己 辜负了年华 母亲 一个伟大 而又深情的词语 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 当你看到她 两并斑白 走路盘山时 请你多留一些时间陪伴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